大家好,我是薛妈,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你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熬夜多了,人的记忆力就开始慢慢退化了 明明前一秒想要做什么,整个身的功夫就忘得一干二净 这个时候就要开始补脑 而说到这个,很多人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核桃 它确实有健脑的功效,却不如这一菜 它堪称补脑冠菌,中老年人一周吃三次 健脑,抗衰老,远离老年痴呆 下面随着视频一起看看具体做法吧 首先,准备四量的木耳 木耳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用菌,有树中之荤的美誉 对保持人体健康,特别是防治冠心病和动脉硬化起着重要的好处 它的具体功效和作用 第一,可以促进消化,木耳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颅动缓解便秘,减少肠道疾病的发生 第二,可以降低血脂,木耳含有胶质,能够吸服体内的杂质脏物,并及时排除体外,对降低血脂和血液粘稠度也有一定的作用 第三,增强免疫力,木耳含有多种矿物质,比如钙,铁,磷等 这些物质能够构成骨骼和牙齿的重要物质,还能够增强免疫力,预防贫血 第四,美龙养颜,木耳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E和胶原蛋白,可以保持贫乎弹性和水分,具有美龙养颜的功效 第五,预防心血管疾病,木耳富含维生素K,可以减少血液凝快,预防血栓和动脉硬化 同时,木耳中的胶质可以把残留在人体消化系统内的灰尘杂质吸服集中起来排除体外,从而起到轻微调肠的作用 总之,木耳是一种营养丰富,功效多样的食材,经常使用可以保持身体健康 但我们应该在日常饮食中合理搭配和使用木耳以保持身体健康 木耳洗干净之后,用剪刀把这个耕地去掉,清洗干净 洗干净的木耳放入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小把黄花菜 黄花菜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和食品 它以其独特的香味和营养价值而被广泛使用 它与中草药紧密相连,以及成为许多中药配方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它的具体功效和作用 第一,它可以清热解毒 黄花菜可以清除体内多余的热量和杂质 减轻干燥和肾脏的负担 第二,它可以润肺止咳 黄花菜含有多种对呼吸系统有益的物质 长期食用可以有效的改善呼吸道疾病的症状 第三,它有明显的抗炎抗氧化作用 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减少感染和疾病的风险 第四,黄花菜也被认为对女性特别有益 它可以开发胸部和美容 黄花菜富含多种抗氧化物质和维生素 可以减少细胞老化和皮肤损伤 第五,它有助于提高胶原蛋白的生产 对于抗皱和延缓衰老也有显著的效果 黄花菜还被用于产后恢复的食疗中 通过增强母乳分泌 调节内分泌平衡来帮助新妈妈恢复身体 第六,黄花菜还有助于改善消化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健康 泡泡好的黄花菜洗干净 控水捞出,放入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根黄瓜 黄瓜肯定大家都很熟悉 凉拌黄瓜,黄瓜炒鸡蛋 黄瓜湿汤都是味道清香 黄瓜风味清香,鲜脆多汁 深受人们的喜爱 它的历史非常悠久 提到黄瓜,大家脑海中浮现的黄瓜可能长得不一样 这是因为黄瓜的品种有很多 常见的有普通黄瓜 秋黄瓜,水果黄瓜,还有老黄瓜 无论是哪一种黄瓜 它们共同的特点都是热量低 还很补水 在蔬菜当中堪称是补水冠军 它的具体功效和作用 第一,对于预防肥胖有益 黄瓜热量低,水分充足 平时加餐或者饭前吃一根黄瓜 可以增强保护感,控制正常进食量 对于减肥很有帮助 并且黄瓜果实中含有丙醇二酸 是植物有机型丙醇二酸的重要来源之一 丙醇二酸可以抑制人体内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脂肪 减少体内脂肪堆积 但是不妨碍碳水化合物 向人们提供热量和能量 第二,对于控制血压有帮助 一根黄瓜就可以补充丰富的矿物自甲 这对控制血压很有帮助 对于有控血压需求的小伙伴 平时没事吃一吃黄瓜也是不错的选择 黄瓜切好之后放入一盘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点配料 小米辣和蒜小米辣和蒜都把它切碎 吃大蒜的好处 第一,可以消炎杀菌 大蒜中含有大蒜素 具有广浦的抗菌效果 第二,可以健脑抑制 大蒜中的成分和人体内的维生素B1 结合能产生蒜氨 这种蒜氨可以促进和花费维生素B1的作用 增强碳水化合物氧化功能 给大脑提供足够的能量 此时为敏捷 第三,可以预防癌症心血管疾病 大蒜可以阻断致癌物质 压硝氨等合成抑制癌细胞生长 接下来锅里烧开水 把木耳和黄花菜放入进去煮三分钟左右 朋友们,这做视频不易 一个红星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可以高兴得睡不着觉 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小红星 非常感谢 把煮熟的木耳和黄花菜控水捞出 然后放入碗里 把刚才切好的黄瓜也加入进去 还有小米辣和蒜也一并加入进去 然后进行简单的调香味 放入食用盐 还有生抽 橙醋 还有白糖 蚝油 然后淋入热油激发一下香味 再撒入一点香菜 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把它倒出来放入盘子里就可以开吃了 喜欢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你的订阅点赞收藏转发 也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